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年代 西晋统一天下 大量游牧民族内迁 呈现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昌盛景象 然而短短几十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湖十六国频繁交替 战火不断持续百余年 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足迹 去探索西晋王朝与五湖十六国之间 都发生过哪些争权夺利的斗争 而作为五湖十六国之首 前兆的君主刘渊 他与西晋的灭亡又有着哪些联系 身为匈奴后人的他 以及他的刘氏子女 还跟大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情缘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第三集 匈奴情怀 我们上一次说到在公元311年 匈奴人刘渊的儿子刘冲 派兵攻占了洛阳 当时的静怀帝被俘虏 西晋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灭亡 这一年是静怀帝的勇家五年 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事变 称之为勇家之乱 或者是勇家之变 而直接带兵攻占洛阳的 是刘渊的洋子 刘冲的弟弟叫刘耀 那么刘耀过了几年 在公元3116年 领兵攻占长安 那么历史上一般把这一年 作为西晋最后的灭亡事件 那么历史学家为什么这么算 恐怕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希望汉人的这个政权 他不要中断 那么西晋公元3116年灭亡 在第二年公元3117年 东晋在建康 也就是现在的南晋 登场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这个原因恐怕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汉人的情景 汉人的政权 不能由于少数民族的事件 它中断 所以他是这么把这一年 作为西晋灭亡的事件 说来西晋实际上有点像他前面的秦朝 也有点像他后面的随朝 那么说哪里像呢 第一都是实现的统一 第二都是二世而亡 但是由于秦王以后 有一个四百年的强大的两汉出现 而随朝灭亡以后 又有一个强大的唐朝出现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秦汉大统一 或者叫随唐大一统 但是西晋命运没怎么好 西晋灭亡以后 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而既之而起的东晋呢 只是站着江南一壁江山 而且自身问题多多 远远称不上伟大 那就更称多不起西晋的伟大 那么在西晋的灭亡过程中 和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头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 有许多个少数民族 卷入到这场战争 那么主要是五个 哪五个呢 一个是匈奴 一个是鲜卑 然后是截主 抵主和枪主 这五个少数民族 在这一场战争之中 先是被卷入 后来在这一场动乱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一百多年里头 以匈奴鲜卑截底枪 为主要力量 在黄河流域 建立了大大小小 无数个政权 到底多少 真算不清楚 这就有点像 西周十二的诸侯国 谁说得清楚 因为在当时建立的政权 有些是被文献记载下来 但是更多的没有记载 有些它存在了一段时间 但是更多的悬生悬灭 那么历史记载 在当时的政权里头 有十六个政权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而这十六个政权 大多是由五湖建立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五湖十六国 那么哪十六国 如果我们去动动脑筋 这十六国还是很好记的 我们看看 三句话 十二个字 一臣一下 二兆三秦 四燕五梁 一臣一下 是一个臣汉 一个下 哪二兆 前兆后兆 哪三秦 前兆后秦和西秦 哪四燕 前燕后燕 南燕北燕 还有五个梁 前后南北西 五梁 我们说五湖十六国 应该说大体不错 因为这十六国 主要是这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 各位看看 匈奴建了四个 前兆 北梁 西梁 和夏 先辈有四个 前燕后燕 南燕和南梁 底座是四个 前秦 西秦 臣和后梁 杰柱和羌柱各一个 但是完全把圣四六国 归结为五湖 又不完全准确 因为它其中有两个 是汉人建立 那就是前梁和北燕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 所谓的五湖乱华 我们以后还要说南北朝 安世之乱 还要说元朝和清朝 我们将在在什么样的立场 毫无疑问 只有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发展的立场 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 才能够真正客观点 来描述 来研究 中国 中华民族 它发展的历史 才不会被 别人的一些立场 来左右我们的立场 才不会被一些 事实而会的观点 来模糊 我们的视野 法国 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曾经写过一本伟大的著作 这本著作的名字叫 《社会缺乱论》 我记得初中毕业的时候 读了一本书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觉得卢梭太伟大 说一个国家不能太大 但是也不能太小 太大了 它分的领导层级 统治成绩就很多 统治则太多 人民的负担太重 但是国家也不能太小 太小难以抵御侵略 我觉得它太伟大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 随着阅历增多 发现 卢梭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怎么伟大 在当时的世界 哪些国家既不太大又不太小 法兰西嘛 所以历史上 包括现实中 凡是有责任的历史学者 他一定 他有他的立场的摄取 或者说立场的取舍 每个民族 他的形成和他的过程中 他都有他发展的理由 而当一个民族 他对一个时代 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 他不但是产生了这些民族 他足以发展的一些条件 也一定和这些民族 涌现出来的一些传奇英雄 英雄人物有关系 那么在五福十六国 或者说五福乱华 这个过程中 那么首先出现的 伟大民族 或者民族英雄 这就是凶陆族 他们的代表人物 那是刘四三父子 刘四哪三父子 刘渊 刘冲 刘耀 他们都是男胸奴的传人 那么他们在和汉族 在和中国其他民族 既笼合又抗争 既妥协 又团结这种过程中 他们逐渐 接受许许多的汉族理议 因此我们从这三个人身上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他们和汉民族 和中华民族 这种融合的过程 司马家族建立西晋 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然而好景不长 刘渊父子三人的出现 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那么究竟是西晋的民族大融合 给了刘氏父子 接近中原的机会 还是西晋朝野内部的混乱 让刘氏父子钻了空子 总之就是 刘渊灭了西晋 自立汉王 自此开启了五胡十六国 最纷繁无杂的乱世大时代 那么英雄人物的身上 总是充满着传奇色彩 刘氏父子三人身上 都有着哪些传奇故事 我们先说刘渊 那么刘渊这个人 当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或者说非常令人瞩目的人 不但他是凶奴的英雄 也为西晋的统治者所瞩目 那么蓝匈奴认为 如果上天 不让我们匈奴呼吸的话 哪里会产生刘渊这么伟大的了 那么西晋的统治者 每当发生大的变动 他要用兵力手 刘渊往往是他们思考的第一人选 但是每一次都因为害怕 控制不住而放弃 所以这样一来 刘渊一方面他接受西晋的封赏 他做做西晋的建卫将军 做做西晋的五部大都督 一面又积累起 对西晋统治集团的不满 所谓十四兆英雄 如果没有成胜吴广的旗 可以断定 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对手项羽 一定隐没在云云众盛之中 同样 如果没有五湖乱华 所宣起的大浪 所发生的天下大乱 我们现在绝不知道有刘渊此人 正是因为 秦末的这种风云际会 使刘邦 被历史学选择 也正是因为 西晋灭亡过程中 惊涛开浪 把刘渊父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那么 汉人在写历史的时候 一方面对 这种匈奴英雄 蓝匈奴的好汉 这些传奇英雄 进行指责 认为他们捣乱了中原的次序 认为他们是森林涂炭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由于一种对传奇人物 对历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人物的这种崇拜心理 他们根据 他们根据各民族的这种口耳相传 在记载中 把刘渊 把刘冲 把刘耀 他的出生情况 把他的长相 以及他的工业 把他全部传奇式地记载下来 那我们先看看刘渊的情况 有很多史书 记载了这父子三人的出生由来 我们以晋书为例 唐朝编的 也是二十四史记 那么晋书怎么记载刘渊的这个出生的 说到母亲曾经在落水之冰 落水的北岸 祈祷来祈子 祈求生儿子 结果远远看见 一条大鱼奔吞而来 这条大鱼还很有意思 头上长着两个脚 徬徨良久 然后离去 当天晚上 刘渊的母亲胡言志 他梦见这条鱼 这条鱼还变成了人 而且给他一个 像半个鸡蛋大的 一个金融剔透的物体 说你如果把他扶下 当身贵子 第二天早上 这个刘渊的母亲 就告诉刘渊的父亲 他父亲说 切记勿焉 有项面者曾经跟我说 我当有贵子 我们的后代当大富贵 结果据记载说 当然这个也是传说 十三个月以后 刘渊的母亲生下来的渊 刘渊生下来的时候 左手就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渊字 一个叫做海字 所以他的父亲 就给他取名为刘渊 同时有一个字 叫圆海 所以叫 姓刘 明渊 至圆海 那么长成以后 身高八次多 一部胡须 三次 这三次奇怪 中间还有三根 带刺色的胡须 比其他的胡须 还长几寸 你说怪不怪 这倒好玩 然后我们再看 刘冲 他的儿子 据说刘冲的母亲 张氏 梦日 入怀 梦见太阳 抖篮到自己的胸块里头去了 结果第二天起来 早上起来 也告诉刘渊 说有这么一件事 刘渊说 你也别说 这是急躁 结果说是刘冲出生的时候 晚上出生 突然发现白光 长大以后 这也奇怪 说说左边的耳朵 竟然长出一根 白色的毛 长大两尺多 那也很好玩 第三个 我们再看刘耀 史书上怎么说他 由于刘耀 他父母死得比较早 他从小被刘渊带大 所以关于他的出生 倒没什么太多的传说 但是长大以后 说是身长 九尺三寸 伤臂 他过期 像刘备一样 另外 一部胡须 虽然只有百余根 但是竟然长到五尺 他的身体九尺多 一部胡须 五尺 所以有身长的一半 那么关于那些传说 我们很难说到底梦日啊 梦月啊 这个都是中国古代许多的传说 但这个貌相的奇特 竟然这样记下来 所以当十几人看到 他们父子出现 那就敬畏天人 什么叫做天人 外星人 我们今天如果 抖拦之间看到这种人 不知道什么心情 那么这父子三人 不但是长得奇特 不但是出生有考究 而且都是文武全才 甚至他们自认为 他们都是大汉的外甥 大英雄大豪杰的身上 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虽然刘渊父子三人的传奇故事 我们无从考究 但是他们却真真实实地 为我们谱写了传奇历史 在灭西晋 立汉国的同时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身为匈奴后人的刘渊 心中却有着一个 想要恢复大汉江山的梦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他灭了西晋以后 要自立汉王 一直推崇汉文化呢 出生于蓝匈奴的刘渊 他自始至终地认为 或者说他相信在蓝匈奴里头 流传的一个传说 说什么呢 说是匈奴 本来就是大禹的苗衣 那么大禹有一个后代 叫做纯维 在夏商之际 他流落到或者迁徙到北方的草原 他就是匈奴人的始祖 那么过了一两千年 在草原上 在匈奴人里头 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英雄 这就是墨独残语 这个墨独啊 后来娶了汉代的公主 因此他们世世代代 既是匈奴的后代 也是大汉皇帝的后代 所以自认为 是大汉皇帝的外産 那么 刘渊在公元304年 他起兵反进的时候 就公开打出汉的旗号 为什么他这样打 他认为 汉是由朝魏取代的 蜀汉是被西晋灭亡的 那么他作为大汉的外産 他有责任来恢复大汉的江山 那我们看 他的到赵令 他是怎么说的 西我太祖高皇帝 这个就是汉高祖刘邦了 以神武应期 国开大宴 太宗孝文皇帝 终以明德 申平汉道 四宗孝皇帝 拓土狼仪 帝国唐人 中宗孝宣皇帝 收阳俊义 多士隐朝 是我祖宗 道迈三皇 功高五帝 故铺炎 备于下上 铺世过于吉世 我施祖光武皇帝 这就是汉光武帝 弹之圣武 归乎黄姬 显宗孝明皇帝 宿孝章皇帝 惹叶重徽 炎光再产 我们看看这一段文字 这一段文字毫无疑问 那是刘渊手下 出自汉人之手 但是他也应该是刘渊自己的意思 一方面他是为了号召汉民 来争取汉民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于汉文化 对汉朝的这种向往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出 虽然被当时还没有完全灭亡的西境看来 以及被后来的东境看来 刘渊的这个所谓的汉 他完全是伪汉 刘渊的这个王 完全是伪王 所以几百年以后 唐朝修禁术 也把刘渊的这个汉政权 称之为伪汉 但是刘渊完全不顾 当时的人和身后的人 会怎么评价 不但做汉王 第二年称汉帝 继续向西境发动进攻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 恢复所谓大汉的事业 他就去世了 他儿子继位 那么儿子叫做名字 儿子叫刘和 在文献记载中 记载了刘渊的五个儿子 倒并不是说他只有五个儿子 记载了他五个儿子 一个叫刘和 开始是太子 后来继承皇位 一个叫刘裕 封为齐王 一个叫刘龙 他封为鲁王 那么第四个叫刘冲 封为楚王 还有一个叫刘裕 被分为白海王 我之所以跟大家 把这五个王列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 刘和 刘裕 刘龙 刘冲 刘裕 全是汉姓 也全是汉民 而且爵位 也全是汉爵 他们都是大汉的外甥 那么这个刘和呢 根据历史记载 他对汉文化也特别的喜好 喜好到什么程度 他非常的暗熟 易经 暗熟诗经 而且尤其精通 春秋左传 但是 他和西京的统治者一样 他继位以后 发现自己的几个兄弟 都掌握着重兵 如果他们对自己发烂 那怎么办 所以他在身边一些 谋士的策划之下 把 刘裕 把刘龙都杀了 同时派兵 进攻守卧重兵的刘冲 结果兵败 反被刘冲所杀 刘冲杀了刘和以后 推举他的弟弟 叫刘裕的 来做皇帝 什么原因呢 因为刘裕是嫡子 刘裕的母亲 善士 是刘渊 你的最后一个皇后 但是刘裕坚决不吵 为什么不吵 在当时的刑事下 谁有刀霸子 那么谁就可能有硬霸子 拳头才是真理 拳头硬才是老大 那么兵权掌握在刘冲手上 他能做皇帝吗 结果他事实不从 最后由他和其他官员的推起 刘冲做了皇帝 那么这就是汉的第二个皇帝 但是这个汉是匈奴人 刘氏建立的汉 史书上对刘元刘冲 除了他们的相貌记载以外 而且都记载他们是温武全财 就拿这个刘冲 说是刘冲啊 十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变读 诸子百家 而且还善于书法 诗也经 文也经 光凭这一条 十四岁的小孩 他和汉人的小孩比较起来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恰还是匈奴人 因此 精于奇色 号称是神色 到了成长以后 他和刘元一样 也到洛阳 当时西晋的都城 来开开眼界 结果他一出现 许许多多 西晋的民事 与他交友为荣 谁能够认识刘冲 谁是刘冲的朋友 自己觉得脸上有光 甚至有司马寺的一位王 叫太元王 名字叫司马魂 就悄悄地对刘冲的父亲刘元说 我看你这个儿子 今后是虔诚不可测 当然这句话很有意思 前程不可预测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像好的方面发展 坏的方面发展 不知道 反正 他是有大作为点 那么刘冲的大作为 很快就体现出来 他父亲一起兵 打印仗 打大仗 刘冲都是身先士足 打洛阳 是他指挥 虽然没有打下来 但是消耗了西进 大量的有胜力量 后来刘元死了以后 他继续派兵 打洛阳 打长安 打西进 在黄河以北的 其他的城市 当然 具体打下洛阳 攻占长安的 那是他的从地 叫刘耀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谈到 匈奴族的这些传奇英雄 谈到刘渊 谈到刘冲 我们下一步 还要谈刘耀 那么他们都是 匈奴的传奇英雄 也可以说 是中华民族 在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 但是一看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历史上呢 凡是传奇英雄 他似乎只有一种 生存状态 那就是战场 他可以是杰出的将领 也可以是军事总裁 甚至被号称为战神 但是如果不幸 一不小心 他做了君主 或者开创江山 或者继承江山 那一般 他会转化为另外一个方面 转化为什么 由传奇英雄 转化为荒唐君主 这在中国历史上 不止一个两个 我们可以算出许许多多 很难想象 那个曾经骁勇善战 博览群疏 先后攻破洛阳 长安 最后覆灭西晋政权的刘聪 他当上皇帝以后 竟然与之前截然相反 顽乎朝政 纵情声色 彻彻底底 从一个传奇英雄 转变成了一个荒唐君主 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让刘聪有前后 如此大的反差 在316年 攻占长安 那么具体带兵 攻占洛阳和长安的 是刘渊的杨子 也是刘聪的兄弟 叫刘耀 那么我们再看看 史书上 是如何描绘这位刘耀的 近书有一大段话 诱而崇慧 有极度 信 拓落高亮 语重不群 读书至于广揽 不经事章句 善主文 功炒力 雄武过人 铁后一寸 这个恐怕有点夸张 铁后一寸 刺而动止 于时 好为神色 游好兵书 略皆暗寿 藏 青乌无凳 而字笔约翼 萧朝 此人莫自许业 那个近书的刘耀 有这么一段话 很有意思 这里所说的 吴和邓 是指 汉光武帝 复兴汉寺的时候 后来会了 二十八个像 叫云台二十八将 第一位 是邓宇 就是这个邓 第二位 是吴汉 就是这个吴 那么 在刘耀眼镜里头 邓宇 和吴汉 都不在话下 他自己自比谁呢 自比约翼 约翼大家都知道 战国七雄里头 燕国里 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 萧是萧和 曹是曹参 那么他自比这些人 当然很多人认为 他是吹牛 但实际上 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而且呢 他的那个义兄弟 刘冲还非常赞许 觉得四人是不了解他 要他看来 他自己把自己比作 约翼 比作萧和财山 实际上是太谦虚了 他应该比谁 如果思愿好的话 他可以比 和光武帝刘秀 有点不济的话 可以比 魏武帝 曹操 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或者说一种流行的时髦 那么我们刚才谈了一批 传奇英雄 他们既是匈奴的英雄 也是汉族的英雄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传奇英雄 往往只能局限在战场 一旦 他一不小心 他成为君主 一不小心掌握国家政权 往往就走向反面 走向什么反面 由传奇英雄 由战神 演变为荒唐君主 演变为昏君 或者暴将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夏杰王 夏杰王 都是传奇英雄 也都是亡国之军 非常不信的事 我们正在说到的传奇英雄 刘冲 以后我们还要说刘耀 同样也在向方康君主过度 我们以刘冲为例 那么刘冲自从继位以后 大概因为打仗 他讨厌了 战争场面看得太多了 自从他继位以后 基本上他很少上战场了 谁帮他打仗 刘耀帮他打仗 儿子刘冲帮他打仗 那么他自己干什么 自己在所谓大汉的国都 叫做平阳 就是我们现在的零分 三西零分 在那里干什么 晋书用四个字来概括他 叫做游猎无度 什么叫做游猎无度 经常是早上出去 晚上才回来 一天到晚 所高兴的 所从事的 就是出游 就是打猎 当然实际上还应该有四个字 哪四个字 酒色为半 一方面是游猎无度 一方面酒色为半 我们通常说酒水酒水 在刘冲那里 酒它就是水 咳了 饮酒就是饮水 喜事饮酒 悲事饮酒 成天饮酒 据记载有的时候 连续两三天 醉酒不行 那是常态 而且他这个醉酒不仅 是真罪 而不是假罪 我们说朱林奇贤的 那个卵吉 他有的时候是假罪 装罪 素人不行 但是刘冲 他是真罪不行 另外 以色为半 凡是漂亮的女孩子 只要被他看上 都逃不了 要拉入后宫 另外 在游猎 无度 酒色为半的同时 还有一个特点 杀戮成性 将领在前线打了败仗 杀 官员没有按时 准备公众的需求 杀 那么有诸多的官员 希望他继承好 他父亲留下来的产业 如果遇到他不开心的时候 不是杀 就是法 当然 即使是荒唐君主 以刘冲为例 他有的时候也清醒 有的时候还很可爱 怎么可爱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他的儿子打长安 结果一只禁军投降 投降 他把这一批人全部杀掉 结果刘冲知道以后非常不高兴 对他儿子说了一句话 我担心你一个事 担心什么事 无恐颅 不免诸祥之殃也 扶天道至神 礼物不报 你这样大肆地杀戮 我担心你以后 没有好的结果 你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哪里像冯军 明明是明军嘛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么为了使他的皇后 他有一段时间立了三个皇后 上皇后 左皇后 右皇后 这至少在我来看 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那么为了使他的皇后们开心 他开始要在平阳建新的宫殿 结果有一位叫陈元达的官员 这位官员跟随着刘元起兵 同时 也拥在刘冲做皇帝 他看到刘冲 有这么多地 胡作非为 于是 跑到刘冲的所在地 来提一件 说当年 我们大汉文皇帝 我们大汉文皇帝是谁 那就是汉文帝 文皇帝富有四海 但是因为节省百经 而不休露台 陛下现在所占据的地方 不到 汉文帝时候的两个郡 而且 连年灾害 民不聊生 你怎么能够干这种事情 我恐怕 如果长期以往 仙皇留下来的基业 都被你败掉 刘冲当时在一个叫做 逍遥园的园林里头 正在逍遥园的一个叫做 李中堂的一个建筑物里头喝酒 半醒半醉 听到这个陈元达的批评 极其慎怒 列军命武士 把他拉下去 砍了 不但要砍他 还要砍他的妻子 这个陈元达早就有备而来 因为过去提意见的 有被杀点 有被罚点 他身上缠着一条铁链 然后一见武士要拉他 立即把这条铁链 卷在这个树上 他在一个树底下 在堂外 那武士怎么拉也拉不动 陈元达高声呼喊 高声怒骂 臣所言者 设计之计 而陛下沙尘 若死者有之 假设我死了以后 还有灵魂 还有知觉的话 我要上述你与天 我要下述你与先帝 不知道他们得出的结论 会认为你是什么样的君主 那么这一番话一说出 当时有一个刘皇后 他正在后堂里头 因为陈元达这个声音 肯定很高亢 听了以后 悄悄地命身边的宦官 要刘冲缓刑 这个人不能上 而刘冲也被陈元达这番话 所骂醒 可爱之处在哪里 立即在堂中 跑到堂外 向陈元达当面道歉 而且立即把那个圆子 叫逍遥圆 改为纳贤远 把自己所在这个李中堂 改名为溃贤堂 或溃对这些贤人 你看看 非常的可爱 哪里像是昏君 但问题是 所有的昏君 都有清醒的手 就像所有的明君 他都有糊涂的手一样 关键在于 以刘冲为例 为什么叫他昏君 为什么叫他荒唐君 他是糊涂的时候多 而清醒的时候少 醉的时候多 而醒的时候少 为了使这个儿子 蒙醒 他的母亲 就是梦日入怀的 那个张士 曾经绝食三天 绝食三天干什么 要规劝这个儿子 他的弟弟 刘毅 他的儿子刘灿 抬着棺材 来见他 向他当面 劝谏 结果这个刘冲 看到弟弟 看到儿子 把棺材抬过来 气得要命 我还没死 你们就来哭我死了 但是 在刘毅看来 在他儿子刘灿看来 他和夏洁 和商咒 已经相差不一远 那么 由传习英雄 转变为荒唐君主的刘冲 以及他所在的那个大汉 由刘元开创 他继承的 想恢复汉式的这个汉 最后的结局 他将会怎样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